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喜欢的投资朋友大家好我是何珊 今天终于看见万八了 这个万八真的得来不易 接下来各位关心的是 下周万八会不会正式站上 而正式站上会如何的走 如果不站上你该如何的做股票 四个交易日 是你今年最大的一把 无论如何 四个交易日 一定要好好的把握 下周绝对会很精彩 下周标股这样抓 怎么抓 我全部把你抓好了 假日有两集特别节目 你一定要上去好好的仔细看 因为标股都在里面 看的你会很开心 而且你会赚很多的钱 礼拜六十点半 有一集星座占股 针对于各个星座 该适合什么样的股票 能够让你丰收在年底 你一定要好好的仔细上去看了 还有一集是周日下午一点半 财经急审市 对于倒数四个交易日当中 法人到底霸占什么样的股票 他们会如何的做账 如何的结账 如何的再转成下一年的标股 那么这集节目你非看不可 除了这两集节目之外 我还要告诉大家一件重大的事情 下周每日一报 近期每天早上大家起来 都有头条的大news 之前从MCU为控制器 告诉各位他的商机有多么庞大 而涨价效应开始了 后来又到了各位听到的细晶元 而细晶元的订单如何 各位都听到了 而细晶元跟第三代半岛里 有很大的关联 而这些所有关联的事情 每日一报都是好的报道 不是订单接到报 就是产能满载 而今天各位又发现一件事 那就是大家要听到 哇我们的子要涨价了 尤其到农历年过后 恐怕要涨价 所以这些所有的一切 不会缺乏涨价效应 不会缺乏商机来了 不会缺乏未来的主流体材 下周每天还会有精彩的每日一报 希望大家好好的搜寻下去 接下来我要告诉大家 我有两个粉丝官网 一个LINE 一个Telegram LINE是小老鼠QQ33 Telegram是股市附近 或QQ33168 你都可以找到我 这两个粉丝官网的差别是LINE的部分 在首页 常常有各国研究资料 PO图PO文 还有一个快捷图示 你要收听广播 收看TV 直接按了把你连结了 至于Telegram的部分 盘中级讯息盘射 各国的操作 李昭TVYouTube节目 在傍晚都会与各位分享 下周非常的重要 你一定要把握当下 抓住机会 今天历史性的一课 台股创历史新高 18039 今天能够看到万八 我昨天行情已经解完了 但是问题是 今天创高之后 并没有站稳万八 今天反而收了一个尾巴非常长的K线 并且这根K线是黑色的 很简单的道理 今天这根线的名字叫做浪高线 而今天整体的量能真的是萎缩带萎缩 而这样的量缩格局 又出现了高档黑K 又出现了尾巴这么长 到底有没有关系呢 首先请各位看这一块 我们的权重股今天走势不一样 没有全面涨也没全面跌各自表态 而在这一块到尾盘变成的OTC变成翻黑了 但是在这边的中场也只有小涨 那么这个格局会如何呢 昨天我跟各位说到 昨天这根线叫做大阳线 直接这样子持缺的大涨 而昨天这根线我怎么解释呢 我说以这个波段当中到了周四 这边叫做渐进山洪 所以今天我必须给各位17925 那么下一张很显然的 今天收盘有站上关键叫 好我再跳回来 昨天我讲过万八临门一脚 把握各个集团年底做账行情 今天让各位看到万八了 而我昨天讲过 明日就今天周五首关键 行情一去不回头 事情又这么发生了 今天收盘价很有意思 今天收盘价多昨天的高点一点 那么代表这一波的行情是每日步步高升 每日步步高升 纵使今天在这里收了黑K 但是今天的收盘点是昨天这根K的高点 多一点 而今天这根黑K可以发现完全的亮缩 这根线种在这边虽然是此波的最高点 而亮缩反而是一件好事 所以形态是浪高现行 虽然浪高现行了 但是各位不必害怕 为什么呢 首先第一点 今日台股历史性的一刻 台股创天价18039 亮能没有跟上 表示追价力不足 因为阿多仔还有很多法人 还有很多要过平安夜的 或者是耶旦节的 都已经事先的去放假了 所以今天追价力道不足可以原亮 亮能没跟上可以理解 所以今天行情没有占我万八 反之今天的亮缩高档收黑 一旦买盘回龙 载工的机会非常的大 今天没有动用到很大的亮能 行情就供过了万八 那么一旦法人或放假的人都回来归队了 那么补一些亮能往上爆充 你说机会大不大 所以珊珊跟各位说明了最清楚 第三点 一旦买盘回龙再供机会大 第四点是所有人非常想要看到的格局 下周我给各位的关键价18039 今天这根浪高线的高点 下周尽快攻过今天的高点 万八将成为最佳的地板价 只要下周能够把今天的高点给越过 那么将来整个波段的行情会形成另外一层的轨道 而万八这个地方就成为台股将来的地板价 所以亲爱的朋友 今年台股已经非常的猛爆了 接下来5G的建设 还有各位说的电动车概念 还有往后的虚拟世界的元宇宙 这所有一大把的商机 你要一次把它抓起来 接下来 今天只有兆子肋股大涨 但是兆子肋股占不良什么全职 那兆子肋股有什么意义呢 又是涨价 只要听到什么东西涨价 哇就飙涨 我还要偷偷告诉大家 下个礼拜四天你会听到很多东西继续涨价 涨什么体财 下周我再一一告诉大家 今天因为大家听到这个纸要涨价了 哇开始全面拉抬 但是其他股票呢今天很温和 第二张图 这张图代表一件事情 电子资金今天将近七成 表示主流它并没有跑票 只是今天温吞的涨 温吞的跌就是有如此 接下来你从现在开始 要好好的观看什么样的股票 除了这集所讲的股票之外 另外两集特别节目一定要看下去 特别节目里面很多的股票不在今天节目里面 所以你礼拜六礼拜天一定要看接下来 细晶圆龙头今天一条线 但是今天量极度的缩下来 只剩下一千多张 它还一条线 那么一条线会怎么样呢 很简单 注意了 这里昨天的多方缺口突过去了 在这边还好好的 所以注意细晶圆的接单 还有往后的大商机 今天这个形态叫做低档运出 补量过高再喷一波 这种形态很简单的解释 今天因为量能萎缩 所以在这边可以 但是下周只要被它越过 今天的高点 或者甚至于礼拜四的高点 很简单的解释 再猛爆一波 因为细晶圆老板已经出来说话了 他们商机有多庞大 他们接单有多 那大家都知道 那我就不用再解释了 但是接下来 细晶圆跟什么有关 跟第三代半导体 既然细晶圆有行情 第三代半导体绝对 会让各位意想不到 今天汉磊它没有涨 但是在这个地方 它是小碟量缩一半 昨天这么大的量 今天马上缩一半 所以代表很多人不愿意吸收 大脚也没有继续追价 就处在原地 我之前跟各位说过 一条线要买的人赶快上车 就是如此 我们来看它的技术形态 这个 两个 我帮你圈起来了 叫做小WD 注意第三代半导体的大商机 未来什么大商机呢 大家讲到5G 它有份 讲到车用 它有份 讲到快充 它有份 所以第三代半导体的大商机 请各位从现在开始一定要多多关爱 细菌源 阐述到第三代半导体 接下来看下去 莎奇马 它跟什么有关 跟电动车的心脏电池有关 今天虽然开高走低 小跌量 只剩下三分之一 代表今天没有追加力道 但是也没有抛弃下沙的走势 所以这样的一个温吞的一个盘可以 但是我要各位注意的是 这边一道轨道先帮各位画好 这叫做连续新线 而这三天虽然看起来黑黑的 但是完全熟稳本间K线的形态学的关键价 所以放120个新 但是你要注意的就是 电动车往后的大商机 现在才在萌芽当中 一旦成熟的时候 这些所有相关的股票都会暴涨 因为有大商机就有大钱财 有大钱财就会反映在股价上面 电池是电动车最重要的东西 注意了 此形态随时会有大行情 那么讲到电池 当然 电池它里面有很多的成分 这个各位都知道叫正极材料 另外一个你一定要认识 请看 和气生产 它叫做聚合 激烟量只剩下四分之一 近期都是滚量喷出滚量喷出 那么今天温吞的一条线 剩下四分之一的量 代表没有吸收 也没有追价 就处在原地 那么我们来看它的形态很简单 这个是电池很重要的化合物 你电池里面有很多的化学材料 那么其中这个公司扮演的很重要的化合物的体材 所以目前这边除了一个底 这边再形成一个横盘 这种也是一种叫做连续新线 这种股票随时都会有大行情 那么我现在已经讲到电动车 讲到电动车的心脏了 接下来请看 棒棒糖 棒棒糖过去是在电子产业 很多的电子产品的维控制器 但是现在已经足足踏入了这个电动车 车车相关的维控制器了 电动车将来都是很科技化的 你没有维控制器也真的不能启动啊 所以这个是华兴集团培植的MCU维控制器 前几天暴涨暴涨 今天一条线 今天也是这样说剩下三分之一 那我说过一条线赶快买 不要三条线 那你要不要买你自己决定 而这种股票我讲过多重底打的不容易 现在这边打另外一次底 而这个底比较特殊就是这里留一个多方缺口 我要你注意的就是 注意了 下周华兴集团做账的首选 因为华兴集团有传产有低润有被动元件 还有包括这个IC设计的维控制器 那么他所扶植的这一块不会缺席 请各位赶快把握霸占这一次的相机 接下来 这档股票 金鱼满堂 这个公司蛮特别的 从过去 立基型的记忆体 USB的4.0 踏足到现在跟半岛有关 而且还跟元宇宙有关 而这档股票 持续的猛爆 此坡到999之后 一直在这边做一个盘整 那么近期它形成了亮缩 直接给你亮缩 没有说很多 但是这边还在很激战 因为一大早都在红盘 后面这边稍微的小跌几毛钱 我要各位看到形态学就是这个样子 这公司这里也是一个横盘整理 突破突破 这边形成第二层的横盘整理 那么第二层的红盘整理当中 都是黑K 但是黑K当中都是亮缩 代表这个地方 各位注意的 这种曲线 不动就不动 一动绝对很惊人 但是我要跟各位说的是 卢老板今天有说话了 半导铁 开始会很刺激的 也开始你们会听到每日一报了 一定要注意了 这些报道都是往正面的 所以大家多多关注 而造世代的元年要来呢 他已经跟各位讲了 他所看到未来的商机 跟现在大家在准备所有 这些第三代半导体 或者是这些所有的相关领组件 每个公司都在叙事代发 而将来这一块的商机是非常的庞大 要用照来引述了 所以这块商机好好的霸占 接下来 这张股票 这张股票 两档都是一个女老板的概念股 这两个 Wayson 他是IC设计 而宏达电是手机 但是近期已经转型的做整合了 过去他转型 开始变成VR 就是虚拟实境 还有Wayson 他做的晶片 过去是自印的手机 后来已经改了这种的补充给他的 跟元宇宙概念股有相关的 所以这两个公司 各位稍微留意一下 今天这个老板说了 特斯拉值得尊敬 持续创造正面的能量 尤其他们在VR的虚拟实境当中 已经有成绩了 他们还要往正面的 开始去发展他们未来的梦想 有梦 最美 逐梦踏实 而以Wayson的现行 现在这边有一个 有没有看到 类似英文的W 他这边沿着一个曲线 上升的曲线 所以各位多多留意了 这种股票 现在到明年到往后 往元宇宙这一块去踏足 这两个公司要非常的留意 这一档 宏达店 两个都是同样集团的 我还要各位注意的 除了元宇宙之外 集团年底作战行情 这里两只脚 跟刚才这个是不是几乎很雷同 所以有梦最美 逐梦踏实 希望大家都能够美梦成真 好好的注意 霸占商机 你才可以爆赚喷出短 有缘分有福气 大家一同来努力 祝大家做股票 天天一直赚 本公司已忘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炸烟 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